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使我们得到神的赦免 能够和圣结的神恢复和好 耶稣基督又为我们复活 证明祂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永生 到目前为止 使徒保罗已经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犹太人 或是外邦人 都是有罪的人 都需要神的救恩 不过保罗还未说到 罪是怎样来的 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知道 罪进入这个世界 是人类的始祖 亚当和夏娃惹出来的 虽然当初是夏娃 先背背神的吩咐 但是神的吩咐 是直接给亚当的 所以亚当难逃最后的责任 何况神吩咐亚当的时候 夏娃还未被造出来 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一段记载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到十八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而吃 此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安置在伊甸园的那人 就是亚当 神很清楚地吩咐亚当说 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日子 必定死 《创世纪》三章记载 后来 魔鬼附在蛇的身上 来诱惑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夏娃吃了之后 亚当不单止没有责备夏娃 反而自己也吃了夏娃给他的果子 神用那棵树来考验 亚当会不会遵守神的命令 可惜亚当没有通过这个考验 由此可见 人最初的罪就是违反神的命令 这种明知故犯的倾向 好像人人都会有的 例如小的时候 父母叫我们不要做什么 我们就会特别好奇地想去做 现在我们来查考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使徒保罗讲到 亚当的罪对我们全人类的影响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作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遇障 普罗说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里的一人就是指亚当 刚才我们从创世纪二章已经读到 神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死不单止是指人的身体 最后会死亡 也都是指人的灵 和神隔绝了 不能够互相沟通 亚当和夏娃 在违背神的命令之后 就有了惧怕 不敢见神了 在罗马书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还强调说 死在那个时候就临到了众人 由此可见 世人因为犯罪而死这个事实 与有没有律法无关 却是与亚当的犯罪有关 律法是到了摩西的时代才颁布的 但是在摩西以前的人都死了 他们都是因为从亚当遗传的罪性 也就是犯罪的倾向 以致不断的犯罪 有句话说 多数人是大罪不犯 小罪不断 所以都必须承担死亡这个后果 在刚才读的五章十四节 保罗提到 这句话比较浅白的说法就是 亚当是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那一位是谁呢? 答案就是在接着下来的罗马书 五章十五到十九节 此事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 又蒙所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黄魔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清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叛逆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信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阿当所预表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 保罗就是将耶稣基督 直接比作末后的阿当 根据保罗对阿当 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比较 我们看到他们的影响力相同 阿当一人一次的犯罪 令到全人类都死亡 而耶稣基督一人一次的义行 令到全人类都有机会得救 从影响的范围 也就是从量这方面来比较 阿当一次犯罪的影响力 的确预表了 耶稣基督一次待死的影响力 他们的影响范围 都包含了全人类 不过在质的方面就很不同 因为这两位阿当本身的质是不相同的 我们首先来看 阿当带来过犯 而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慈 另外 阿当带来的是定罪 而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清义 亦即是负罪 阿当令到人变成罪人 而耶稣基督不但使人变成义人 而且将来还会令到义人 跟他一起来做王 还有 阿当带来死亡 而耶稣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总括来说 阿当令到所有的人都死亡 而耶稣基督带来的恩慈 不但使人免了死亡 而且还使人被称为义 得到新生命 举个例子 阿当就好像一个人 在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坑 令到所有人都跌了下去 而耶稣基督所做的 不但填平了那个大坑 而且还在上面建了一家屋 令人可以永久居住 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 远远超过了阿当所带来的过犯 在罗马书五章的最后两节 二十和二十一节 有更进一步的比较 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值着而作王 叫人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 过犯已经被神所赦免 因此过犯越多的人 蒙兽的恩典就更加多 可能你会担心了 保罗这样说会不会引起更多的误解呢 以为人可以去多多犯罪 可以令恩典可以显得更多呢 当时还可能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反对恩典称仪 认为会助长人犯罪 不负负责任 因为只要信神就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了 所以我们接着来查考罗马书六章 看看保罗怎样答辩有这种想法的人 我们先读一到四节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么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 所以我们值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身生的样式 像基督值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 保罗很喜欢用这种肯定的语气 来否定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保罗非常肯定地说 一个基督徒不可以 也都不可能 因为有神的恩典 就继续不断地犯罪 先讲一下为什么不可以 假设有个人因为得到医治胃痛的药 就继续不断地乱吃东西 我们就会说那个人很傻 因为他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胃 一直在这里虐待个胃 但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同样的道理 当一个人得到神的恩典 脱离了罪恶的苦害之后 他不可以这么傻 再跑回去继续受害 再讲一下为什么不可能继续不断在罪里面 使徒保罗说 因为我们已经透过洗礼 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 这个礼仪在基督徒的身上 具有什么意义呢 保罗指出 当人受洗的时候 就好像经过了和主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的过程 表示 那个有犯罪倾向的救我死了 埋葬了 再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我 这个新的我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接着来在罗马书六章五到十一节 保罗继续解释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也不可能再活在罪中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劳目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保罗强调 我们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罪身 不是指我们的身体 而是指亚当遗传给我们的罪性 当信徒透过洗礼 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之后 就可以倚靠主耶稣基督 胜过犯罪的倾向和死亡 换句话说 一个基督徒如果继续不断去犯罪 就表示他没有真正的和主耶稣基督联合 他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保罗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画面 就是死人对四周围的事物都失去了反应 保罗的意思是当罪恶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将自己当作是已经死了的人 再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向着神我们已经活过来 所以对神的心意 对神的要求 我们应该很快有反应才对 只要看一个基督徒是向着什么死 又向着什么活 就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与主联合了 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使徒保罗提到 当我们透过洗礼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之后 还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望 使你们信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作不易的器具 倒要将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异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因典之下 保罗在这里又给了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人的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 肢体是指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包括眼、耳、口、鼻、手和脚 甚至包括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保罗说到以前当罪性或者施欲是我们主人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就会听命于他 例如口讲不做就人的话 手做不应该做的事 脚去到不应该去的地方 有时候就算是律法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 就会好像控制不住地要去做 好像是将自己献给罪 让罪做主人做王 现在怎样呢? 保罗说一个已经归信主耶稣的人 现在要将自己献给神 让所有的肢体都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奇妙的是当信徒这样做的时候 并不需要律法来管轻的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怕触犯律法才这样做 而是因为受到神的恩典的感动 所以律法不能够带给人拒绝罪恶的能力 但是恩典就能够了 在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八节 保罗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辩论 在神恩典之下的人 不可以也都不可能继续不断的犯罪 这却是什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莫 断付不可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作劳博 信从谁 就作谁的劳博莫 或作罪的劳博 以致于死 或作顺命的劳博 以致诚意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劳博 现今却从心里纯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无凡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作了异的劳博 古代的劳博其实是奴隶 完全没有自主权 是谁的奴隶就要完全听命于谁 保罗用当时熟悉的奴隶制度 来说明基督徒的生命 换了主人 以前是罪的奴隶 不得不听从罪性的指使去犯罪 现在 做了义的奴隶 自然而言 就会顺从神的吩咐去行事为人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可能有一套十七节所说的道理的模范 也就是论理道德的规范 给信徒去遵守 内容主要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 罗马书六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是这一章经文的总结 我因你们肉体的染药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 不结不法作奴隶 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 而作奴隶 以至于成成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隶的时候 就不被二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女得了释放 作了神的努力 就有成性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女 乃是名生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这句话比较浅白的翻译是 我怕你们难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用普通的例子对你们说 保罗所说的普通的例子 就是当时流行的奴隶制度 听起来好像有些不是很高雅 所以保罗稍微道歉一下 免得有人听了之后 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不过 他的确是能够说明 罪性是怎样奴役我们全人类 最后一节讲道 因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女 乃是永生 这里的功架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 功架是当时赴给君人 应得的良享 保罗说 罪赴给他所奴役的人 什么功架呢 竟然是死 太可怕了 而另外一方面 功架是指结果 神早就跟亚当讲过 如果他犯罪 结果必定死 至于恩赐 是指发给君人的赏金 神给与主联合的人 什么赏赐呢 就是永生 永生既然是赏赐的 就不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去赚取 保罗说 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就可以得到永生 在最后这一段经文里面 两次出现了成性这个字眼 成性是跟着称义的后面 都是三位一体神的作为 当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被神一次而永远的称义 称义的字面意思是被称为义 宣告无罪 有关这方面的真理 在罗马书前面的几章已经提过不少了 至于成性 它的字面意思是成为圣洁 它是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 成性不是神一次造成的 是我们恩信清义之后 神为了要使我们完全成为圣洁 就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不断地作供在我们的身上 令我们结出成性的果子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那里 保罗指出 成性为我们结出的果子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成性最后最美 又是永久的收获 除此之外 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 也都提到 在成性的过程当中 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结出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和哲制这些美好的品德的果子 成性的过程是一生之久 而圣灵也都会不断成为我们成性的导师 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清义和成性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一个弟弟哥出生在皇帝家里面的一刻 他已经有了皇子的身份和地位 但是他的表现并不会马上似过皇子 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必须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普通人家的弟弟哥 他也都要愿意接受宫廷老师 为他安排的礼仪教导 生活训练和各种特殊的教育 这样才令到他会越来越似一个令人敬爱的皇子 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应许 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我们已经重生在神的家 成为神的儿女 有了天国皇子和公主的身份和地位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已经清义了 不过 我们最初都不像样的 我们需要经过成性的过程 例如认识自己是基督徒 也都操练自己去过敬虔的生活 令到自己成为圣洁的器皿合神使用 在我们这次查考的罗马书六章里面 保罗提到帮助信徒成性的几个过程 在三、六和九节 他提到要知道自己已经透过洗礼 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 老我就已经死了 内在的生命已经换了主人 所以不应该再听命于私欲 而是应该听命于成灵 这种形智非常重要 就好像本来单身的一男一女 经过结婚典礼之后 身份就改变了 变成有父之夫和有夫之苦 如果已经结婚的人 对自己身份的改变没有这种的认知 这样他可能就好像以前一样 我行我素 不负家庭的责任 结果他会令到他的另一半很不开心 保罗在六章十一节提到 知道以后对自己的看法就会改变 他举例说 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人不再是私欲 所以当私欲作崇 要聪动我们的时候 我就将自己当作是一个死人 对私欲不再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在十三、十六、十七和十九节 保罗还提到要将肢体献给神 并且信服神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交出主权 也就是交出人生的主权 如果有人信主很多年 还没有将人生的主权交给主 我们不需要觉得很稀奇 因为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 在拯救我们之后 他还很耐心 等着我们愿意将自己人生的主权交给他 让他来掌管和带领 那些得到了救恩 却没有交出主权的基督徒 就好像一个人 得到一部很干净又漂亮的豪华新车 又是一位熟悉门路驾驶技术好的司机 而这个人 他就好像以前一样 坐着去那个步又旧又烂的车那样 随便地扔垃圾 而且还不停地指挥司机 走他熟悉的小路 结果 当然他就错过了司机 本来要带他走的康庄大道 没有全心全意倚靠神的基督徒 确实是错过了很多神为他预备的福气 亲爱的弟兄姊妹 恭喜你 已经恩信称义了 不过要千万地记得 你还是在成圣的路上 但愿使徒保罗的榜样和教导 帮助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 走得顺利 走得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的雄恩大爱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令到我们可以恩信称义 多谢你继续以我们同行 透过圣灵的帮助 令到我们成圣 基督徒在世上的一生 真是充满了惊险 不过只要依靠你 我们一定能够安然度过 重重的难关 直至到见你的面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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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为了 我的 给